来看看那些令人震惊的满级纲业爱人与仇人 越往后越离谱 尤其是这个小野猪简直就是太坏了 接着来看咱们的小羊 在最后的决赛圈里 他们默契地表示要和平发育 但是注意看这颗地雷 它将成为全场最亮的仔 你已经死了 什么 王子 注意看这只东东羊 此时它在队伍最前面的位置 不出意外的话冠军应该是稳了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当跑韵律扰动的时候非常害怕掉下去 但是你看这只蛋蛋 当我以为它要掉下去的时候 过关了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吗 但要论手段残忍 我只服这只小猪腰 我给你十万块 让你等第一个表情保在一起一年 你愿意吗 反正我是不愿意 信你们看 我丢着都不愿意 行我也来看一下我的 我也不愿意 注意看 这只正在四爆超级起步的凤凰车队 接下来它将告诉你 什么是真正的凤凰蛋的极限操作 注意看啊 这只无敌凤凰蛋的身法 此时它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如果前方的两个高爪用好了 冠军肯定是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请欣赏 无敌凤凰蛋的极致操作 第一个高爪完美中途刹车加厚拉 第二个高爪也完美落地加跳接滚动 这把冠军肯定是没有问题 哎呀 晚上是我去了 再来看这只JK背 原本冠军的位置已经稳了 但是